疫苗是要防止人類疾病的一種蔓延 要防止蔓延就是人道主義 人道主義怎麼會有統獨問題呢 他竟然把人道主義的東西 都拿來作為推動台獨的工具 第一個呢 不斷地去抹黑大陸的疫苗 大陸的不管是科興疫苗 或者是國藥疫苗 在國際上都已經是普遍被接受 而且發揮了很大的效果 可是陳時中卻說 可能在台灣接受度不高 他根本就不讓大陸進口 因為明明白白的 在民進黨政府裡面寫明的 任何血清治劑都不准從大陸進口 換句話說 新冠疫苗當然理論上 也是一種血清治劑 也不能夠進口 要不要進口 就是什麼 揮揮手指頭改一下法令就好了 這不是什麼太難的事情 但是硬是不讓他進口 而且還倒過來說 好像台灣地區的人民不會接受 你不進口 你怎麼知道他不接受 那至於其他的歐美所研製的 出來的新冠肺炎的疫苗 更加荒唐 我們舉舉個例子 最早的德國BNT 是由美國輝瑞藥廠 跟中國大陸的復興醫藥 共同投資的 現在麻煩來了 他本來早先講過 中資疫苗絕不購買 那現在你德國BNT疫苗 你到底買不買 還是你要視而不見 把中國復興醫藥裝作沒看到 他不是中國的公司 那也太荒唐了 你為了台獨 連中國投資的疫苗 你都不要 那前一段時間 他說要積極的爭取BNT 那現在BNT在印度的藥廠 又發生了大火 那麻煩了 又沒有辦法供應了 所以整體亂成一團 那原先差不多在十幾個月前吧 陳時聰跟民進黨的大官小官 搞了大內宣 敲鑼打鼓 說台灣有很先進的疫苗研製技術 結果搞到現在 最大的疫苗廠國光疫苗 已經宣布疫苗開發失敗 另外兩家更小的廠商 拿了一筆錢 還在努力 這個爭取當中 什麼時候疫苗 沒有人知道 台灣的疫苗會不會成功 看起來不太樂觀 所以簡單講到目前為止 全世界這個幾個主要地區裡面 台灣打疫苗的人數的比例是0%